杀很丹 因为在广告中童言俱辱的裸露形象 让她受到排山倒海的批评 在2013年遇到她的人生作品志气 即使她全身上下一练到遍布血痕 但瑶瑶坚持全程不用替神 也让她成功洗去身上的标签 那么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剧中饰演不孕科咨询师的演员郭书瑶 才刚新婚就意外怀孕 但为了安抚病患情绪 让高嘉飞不胜坠楼导致流产 这个角色可是让郭书瑶在剧中吃尽苦头呢 郭书瑶1990年出生于台北 她底下还有两个弟妹是家中的长女 妈妈是缅甸华侨 和瑶爸结婚后成了全职的家庭主妇 不但要照顾家中三个小孩 还要照料瑶瑶生病的爷爷奶奶 所以负责在外工作的爸爸 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 高中时不想要向父母伸手要零用钱的瑶瑶 瞒着爸妈偷偷在饮料店打工 被家人发现后 希望子女能专心念书的爸妈和瑶瑶大吵一架 以上和爸爸感情胜好的她 收到爸爸给自己的和好小纸条 送面心酸的写道 对不起 爸爸没有能力让你去学更多想要的东西 但事隔没几天 瑶爸却因为心肌格策突然过失 那年才17岁的瑶瑶 除了深受夫妻离世的打击 还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出现困难 被迫一夜长大 靠着妈妈在早餐店和她打工的时薪 瑶瑶当过行政助理在饮料店打工 甚至连班人工都做过 警官有着低收入户的补助 因为弟弟妹妹都还在上国中小学 三人的学费也是不小的开销 所以瑶瑶后来也离开学校 专心赚钱养家 后来某个电玩游戏的星探 在无名小站上发掘瑶瑶 便邀请她参加节目录影 虽然当时的助理主持 大多以身材较好为特色 但瑶瑶第一次上节目的效果 意外表现得非常好 不但台风稳健 口条清楚 节目甚至还为她开了专属的单元 于是在瑶瑶19岁时 以15万的片酬 接下了电玩广告《杀阿赖》 以一句杀很大红遍全台 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杀很大 不过也因为在广告中 童言俱辱的裸露形象 让她受到排山倒海的批评 有人说她凶大无脑 有人骂她是花瓶 但当时年轻上轻的瑶瑶 根本不懂得怎么保护自己 虽然不喜欢穿着清凉 甚至上节目还被要求娃娃音 但没有经纪公司的她 也不敢拒绝制作人给她的设定 让瑶瑶被刻上物化女性的罪名 舆论压力还一度波及到 台一直最想守护的家人 好在瑶瑶的贵人运不错 先是遇到好的唱片公司 愿意花钱去栽培瑶瑶唱歌 也懂得如何正确培养艺人 所以当那些拿着大把钞票的厂商 来到瑶瑶合作时 公司认为这对郭树瑶的转型之路有障碍 仍然愿意回绝这些合作 并且后出了EP爱的包包 以及首张专辑Honey 由中子音乐发行 后来又遇到她生命中的恩人 采康勇 她对郭树瑶说 在适当的时间穿适当的衣服 很多女艺人可以在演艺圈待这么久 都是因为她没有很多的内涵 瑶瑶才顿时理解该怎么保护自己 于是她便开始不断学习 从跳舞到夏珠 从歌手跨接到演戏 2010年 瑶瑶以电视剧妮雅达首次出演影视作品 而后她也出演了多部偶像剧 并在2013年遇到她的人生作品 《志气》 首次担任电影女主角 就获得该年度的金马奖 最佳新演员奖 其实在《志气》开拍前 曾经换过三个女主角 但只有瑶瑶能够承受 拔合庞大的练习量 即使她全身上下一练到遍布血痕 甚至速度痛到在洗澡时大哭 但瑶瑶在《志气》拍摄的45天中 坚持全程不用替神 也让她成功洗取身上的标签 成为转型最成功的女艺人之一 但即使拿下金马奖 瑶瑶仍然来对自己的实力感到质疑 所以她不停的学习各种事物 并承受的说道 物质上的东西反正身也带不来 死也带不去 但在这个工作里 有一样东西是别人拿不走的 就是你学到的东西 但所谓事业得利 情长事宜 2015年瑶瑶因为男友金阳的吸毒事件 让她一度情绪崩溃 还差点失去厂商的代言机会 所以瑶瑶最后选择原谅对方 两人仍在两年后结束恋情 2017年郭树瑶主演的电视剧《通灵少女》 根据退休灵媒索菲亚的部分人生经历 描述着从小在公庙长大 具通灵能力的少女成长故事 该剧除了是台湾首部与HBO合制的国际影集 也创下公式历年来的最高收视 连总统蔡英文都曾经发文推荐过 但其实一开始索菲亚非常反对 让不会说台语 不敢拿火的郭树瑶出演这个角色 因为不论是公庙仪式还是咒语 都需要使用大量的台语 但郭树瑶请索菲亚念出来 让她一句一句录在手机里面 结果隔天到了拍摄现场 瑶瑶不但一字不漏地说出术语 居然还完全没有口音上的问题 也得到了索菲亚的认可与道歉 2019年郭树瑶出演蓝正龙首部指导的电影 《沙沙爱你,沙沙爱我》 剧情讲述着喜寒儿的世界 以及长照等相关议题的故事 而郭树瑶在剧中饰演 被家人当作提款机的原娇妹 本来已经生无可恋的她 在遇到唐世正的男主角后 重新燃起对生命的希望 也因为这个角色的复杂性 让郭树瑶得以向观众展现 她在演技上的多变性 所以这次她在接演电视剧《未来妈妈》之前 曾经有人质疑她无法诠释剧中的婚姻与生殖议题 不过在《未来妈妈》开播后 郭树瑶也用实力消除了这些怀疑 跟大家分享一个题外话 瑶瑶除了处事态度相当成熟之外 5年前她领养的薄眉犬哈哈 是被繁殖场弃养了生殖犬 刚累养回来的时候 因为繁殖场的生活环境不是很好 所以哈哈身上有严重的皮肤病 而且当时已经12岁的哈哈 本来40多颗的牙齿居然掉到只下7颗 对于这种需要高医疗费又高领的狗狗 瑶瑶还愿意领养照顾哈哈的余生 真的是对她的好感度无限暴增 也期待郭树瑶日渐增长的演技 能够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啦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